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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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Chart ReaderCup 星期四,美国公布第一季的GDP数字 竟然出现负增长,令市场大跌眼镜 再加上有多家大蓝筹公司公布业绩 令市场非常波动 今次也会集中说最近大市的图表分析 大家要留意本影片的内容 是纯粹经验分享和教学的用途 并非投资建议,大家要小心求证 衡量风险才好投资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一类影片 记得给个like和share 最重要不要忘记订阅 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愈多人like愈多人subscribe 我就愈有动力制作同类的影片 星期四,美国公布了令市场意外的GDP数字 2022年第一季GDP负增长1.4% 市场预期增长1% 有人争论说数字受到减少负存投资 政府减少开支,贸易逆差等因素的影响 而消费和企业开支在增加,其实是无事 亦有报道或评论说 一季的负增长未必是衰退 但我觉得怎样都好 差的overall数字都是反映经济速度减慢 通胀和供应链的问题是严重 经济衰退的风险大增,只是时间的问题 2011年都是只得一季GDP负增长 而没有定义上衰退的年份 当年有勾债危机的因素,而标普500指数下跌了22% 2014年那次真的无事,标普500指数下跌了9% 所以无实的做法是,都是看现在整个图表的设计是怎样 在基本面方面,目前虽然没有银行和债务危机 但目前的联储局是像上星期的一条影片所说的那样 巴威尔的态度就像当年Paul Vuker那样 想将经济按设计的状况 不惜减慢经济去撲滅通胀 这个做法,经济衰退的危险性大增 而目前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 5月会加息0.50% 6月会加多0.75% 7月会加0.50% 年底的利率会去到3-3.25% 另外亦有中国长期封城 又或者更多城市封城的情况 而中国仍然是采取积极的病毒清零政策 令到很多外国的投资者感到意外 令原本以为得到舒缓的供应链问题 成为长期的因素 俄乌战争已踏入第三个月 仍然是没有达成任何的和谈 维持战争的状态都是坏的因素 纳斯达克指数3月升了17.3% 再回到之前13,000点的低位 星期五收市跌穿了 标普500指数理论上是未穿2月24日的day low 但我用线形图只是看收市位 星期五是确实跌穿了低位 收市位在技术分析来说其实很重要 标普500指数 蓝色虾的三条downlink 我之前都很高度境界 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大 去到这个位置是有个setup的 在支持区有个假突破 然后有一个好的price rejection 辅助指标divergence psychological indicators 的divergence等等 price action有 market structure break 的突破向上 上了所有移动平均线的情况 以为ok 去到这里就有点不妥了 有比较多的股票 突破失败 或是高位的trade range break 下跌 然后鲍尔铺就隐用00k零 MOS闻之后 大市則也下跌得更加急 下跌动能是很强 跌到这个位置 整个setup 和23月份就有点不同了 首先这里已经是之3次到这个位置 如果是3月份 是2次探某位置 这个支持位甚至是第四次挑战 以complex pull back 来说 多数是两脚 三脚开始就要很怀疑 2至3月那次有代表下跌动能减弱的指标Divergence 但这次就没这一件事了 蓝色线图是指数之前1、2月那时 一下子冲去这些支持位 记住那两支Bullish Candle 触身很长 表示是一个很强的Price Rejection 而纳斯达克指数来说 2月24日那一天是由低至高 整一升了7% 配合极大的成交 蓝色圈这里有些Pullback 但仍未Vio来之前的反弹日 但今次粉红色不圈着这里 第一下跌下去那一刻 反弹的力度就远远没有之前那两次强 而3月的Upspring确实是尝试破了2月的顶 才回落的 如果情况是4月那刻下跌不到底的话 还可以觉得是一个high highs and high lows 但是调整更加深的话 甚至去到支持位那里甚至跌穿 之前的尝试突破高位就是一个假突破 这个是一个差的讯号 另外就是指数在200天线以下的时间 一些深一点的牛市调整 有时一个多月在200天线下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如果太长期在200天线下 就是一个很负面的讯号 如果想做long的话就要小心很多了 VIX 即波动指数在4月 由上个星期开始不断抽高 而上升是进行之中 目前是有点高 但又不是最高的那种 周线图开始出现向下突破区间的迹象 即是在做一个lower highs and lower lows 正所谓长线看基本面 短线就看sentiment 现在市场的sentiment就很悲观 随时都有反弹的可能 当然直插向下也可以 或者在大约这些位置 好像图中红色不滑那样糾线也可以 但无论如何 如果指数一直在这些区域上不了 甚至向下 而各界别的其他股票近期的breakdown 在短时间内没办法修复的话 如果发生这个情况 操作上我觉得要当红市看待 要很小心谨慎 好了,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希望这条影片帮到大家 详细带市、个别股票评论 和焦点的watch list 我会在Patreon的Cup Trading Premier频道发表 都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加入 下次再见,拜拜